评论区里面我看到最多的 就是说你们家里好乱了 真的该好好的收拾收拾了 今天就来一场断舍离 把这些所有不用的东西都拉回老家去 还有我推下来的这个大叔说也不用了 全部都拉走 还有这个大吊篮也不要了 全部都拉回老家去了 你当时花多少钱没了 好像是花了五六百 你称天就是瞎花钱 这不也做了好几年了吗 这个拆吊篮的活就交给你了 把它弄下来 你一天都是下白痴 你那不干一张生活 这是男人敢干的事 这一个吊槐往上抬 好弄吗 好弄 哎掉了 你这个还有五六百 你五六十也没人要 你背送人家都不要给他 你快点干活吧 你前天气给我找货干 看这架子上面都已经生锈了 把这个螺丝帽都得给它拉出来 把它直接抽出来 然后再把底下这个拿走就行了 刘雨晗的这个办法挺好的 把它滚过来 接下来再把这个阳台 好好的收拾一下 先把这个黑板给它拉走 刘雨晗 把这底下全部收拾干净 嗯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滑板鞋 妈呀 东西真够乱的 别这人在拉翻就走着了 这只先买了放不起来也整了吧 放到浴架上面 把这就调出来 哎不能放了又溜起来 我们吃饭的时候都在查几 大家都说我们家没桌子吗 桌子在这呢 从来都没有用过 太大了不方便 这个大板弄也不要了 全部都拉回家 这两包都是游泳犬 啊那这个不能扔 这个得溜起来 夏天还得用来 一些乱七八糟不用的东西 你看也堆在这下面了 咱也把这个桌子给抬走 然后再把底下收拾收拾 对对对 看这个桌子买的时候太大了 吃饭啥的都不方便 哎不要了都拉走吧 这个板弄可沉啊 全都消化了 把你中午吃的饭全部都消化完 哎呦这个能弄过了 哎这个是夏天七电动车的当红备 冬天啊啊冬天冬天 你们三个小朋友啊 负责把这地上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收拾干净 嗯 把这个架子也拉走吧 你看又鲜乱又挡广还不好看 那溜的放了线多好 哎呦拉走吧 别再溜着溜辣的啦 这边还有一个床头柜 之前都放一些臭袜子啥的 也不要了都拉回去 全部都装到这个袋子里面 都是厚袜子 这个是个啥玩意 这是冬天的大帽子 哎呦真可爱 我婆婆收的两个油桶 妈妈这个还要啊 大腿子要我咋不要呀 这边两双溜冰鞋是谁的 这个是我的 都拿到你们的房间去啊 好 这个黑板下面是乱七八糟的 你俩把它收拾干净 然后把这个黑板留下 我们放到那个位置 刘远念 你收拾的方式都是扔到地下吗 等会再一起扫呗 这还没彻底打扫呢 彻底打扫完你再看看啊 肯定干净对吧 对 好了 黑板放在这还挺好的呢 还可以教弟弟写写写字 联系了一个车人家马上就来了 先把这些大戒全部都给他搬出去 这边还有这么大的一个狗笼子 咱也不要了吧 要哪儿是买的时候还得用啊 把你的这些小玩具我们也扔掉好不好 不行 这个桌子其实倒是蛮新的 买回来基本上我们也没有用过 扯了还有多长时间了 这个桌子是又大又沉呢 得三个人一起弄 这个是那个大桌子上的桌布 还有桌垫子 全部都是一些笔笔带啥之类的 你俩过来给我挑一挑 这有用的就留下没用的赶紧扔了 你看这笔一个一个人家都能用呗这样 能用能用那种手机的不得 找到这个车刚刚好一车拉完 把这里收拾赶紧把我的书就搬这里了 平时没事就得多让孩子干家务 这拖把今天刚教会是怎么拿的 这是老三的新阵地 自己又搬到阳台了 妈妈你快过来帮我抬呀 这个都不用抬了 他推个板呢 我推个桌子就走了 这样整体的感受是不是舒服多了 对像新桌子一样 这边把吊栏搬走了 是不是显得亮堂多了呢 我婆婆真的太会过了 口罩都得洗干净了再用 东西是已经全部拉走了 接下来把这些全部再打扫一遍 把这些袜子都放到这里面 你放进去 穿袜子 狗狗的衣服不要了 他长大了不能穿了 洗衣机这边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也亮堂多了 这边也收拾好了 大三 太干净了 从阳台给大家拍一个全景 是不是比之前好多了亮堂多了 这边是洗衣机的地方 到时候打一个洗衣机台 再从这边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整整收拾了一下午呢 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变化 把这个沙帘给它拉上 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更好了 那边晾衣服也不显得那么乱了 哇水分好干净呀 舒不舒服 舒服 能保持多久 不知道 不知道 大家觉得我们把那些不要的东西都拉走了 空间有可能变化呢 我爱多了 哈哈哈 你说了啥 那拜拜 哦那拜拜吧 拜拜 拜拜